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這部影片我們來玩今天剛上線的 換皮遊戲 公主別這樣 就是類見於遠征的玩法 那也很像是一年前有推出過的魔鏡物語 又或者是說微笑我大概在半年前有玩過的鬼舞三國 就類似的直向換皮遊戲 有些角色分成四個技能還有三個技能 但比較特別的是 我竟然發現這款遊戲 公主別這樣 他們是有專武的 我是沒有玩過魔鏡物語 不曉得魔鏡物有沒有專武 但如果單論整體的畫風風格來說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公主別這樣 那目前看起來玩法的部分也還算是挺多 我自己是會加減玩玩 可能玩一兩個願法 就之後再看情況 這部影片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目前能用的序號 還有首抽的推薦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來說序號的部分 點擊頭像畫面的左上角 然後系統設置 在用戶設置的下面第二格就會看到序號 那目前遊戲裡總共有四組序號 不過有一個非常令人感到訝異的事情 就是原先在開服的時候 這四組序號是可以輸入的 那分別會給20抽 再加上一個S加的夥伴 灰姑娘 但就在剛才被官方臨時改掉了 獎勵跟原先比 不能說差別的有點多 而是真的非常非常多 現在就直接給大家輸入過後 目前改過的序號 究竟會給什麼樣的獎勵 第一組是這個LDVIP666 可以看到給了20個魔力水晶 還有5萬的金幣 只能說有點少 再來是第二組 VIP666 一張招募券 那也是20個魔力水晶 跟10萬的金幣 第三組 NONONO777 那也是一樣 一張招募券 然後5萬的記憶精華跟5萬的金幣 最後一組則是Story888 也是一樣 給了一張招募券 那中間這個是精英夥伴的隨機卡 還有5萬的金幣 目前的話就只有這四組是能用的 跟原先來說比真的是差別巨大 一開始應該是官方在設定獎勵的時候設定錯誤 所以才臨時更改 那就看官方晚一點會不會發出補償的公告 如果完全沒有發相關的公告 還有補償的話 只能說這款公主別葬有點岌岌可危啊 光第一天的這些出包問題 連解決都沒有解決 可能營運的時長也不會到太久 要玩的玩家就再考慮一下吧 但微笑我前面也說到了 我還是會玩 畢竟我是屬於開服就進來的玩家 有拿到這些獎勵就是序號 而且我們已經輸過一次了 他臨時在更改 微笑我剛才竟然還能再輸入第二次 對我來說我就是一個很既得利益者嘛 那一樣就是玩大概一兩個月 看後面官方的操作會是如何 或者有沒有比較更好玩的新遊戲 再決定不要退坑 接下來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前期獎勵還有首抽的部分 我們在推主線推到大概2-8的時候 就可以在信箱領到事前預約的獎勵 那我們就可以拿到一隻這個叫做什麼 月光公主 沒錯是月光公主算是一張S的卡片 並不是S加 但在前期來說我用起來是還挺強的 傷害很高 那再來的話主要要拿到1688抽 那也是老樣子 這種遊戲都是分成好多天慢慢給你 要等到通關3-2之後 才可以來進行20抽 那3-2達成之後 再加上我們這些活動當中啊 可以免費領的寶箱都領一領 大概可以來到3000的鑽石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進行中塔裡面 進行抽取 那抽取的話 20再加3000的鑽石 總共可以抽30抽 那以正常情況下來說 應該會可以出兩隻史詩以上的夥伴 那歐一點的話 就可以出S加的夥伴 接著我們來到圖鑑這邊看一下 總共有三種不同品質的夥伴 分別是稀有 傳說以及史詩 那史詩當中還有分成S加跟S的 其中S加會比較難以出現 那微笑我這個帳號運氣比較好 抽到了兩張S加 分別是這個傳奇巫師 還有另外一隻叫做這個熱魔人 那我感覺都還不錯 傳奇巫師是個奶媽 那熱魔人可以給我們全體攻擊增加 還有這個全體夥伴的暴擊都可以增加 那基本上呢 微笑我是建議大家有抽到S加的就可以開局 這款是沒有陸服的 但有國際服 那我國際服大概查了一些T0的排行榜 發現真的是比較亂 其中大部分玩家都擺上去的就是這張灰姑娘了 我是看大概四五六張的這個 強度排行榜 那第一名T0都一定有灰姑娘 至於其他隻角色 每個人的強度排行 排行的階級都不一樣 非常非常的亂 所以我個人認為有S加就開局吧 看要不要刷一個S加 又或者是說兩個S加 但實在是不好刷 再加上這款公主別這樣 刷一次首抽要推到三隻二 前面跟大家講過了嘛 那如果在不使用模擬器 以及多開的情況下 大概15分鐘左右 才有辦法刷一隻賬號 沒有到說特別好刷 這點就見仁見智吧 又或者是說我們抽到比較多個S 也是可以開局 就是我微笑比較建議 大家開局的方式 另外還有一點 是要提醒大家的 有些夥伴雖然也是史詩的品質 他跟我們其他S 還有S加都是橙色的 但可以看到他只有三個技能 那這種放置的養成遊戲有三個技能的 基本上就是肥料卡 我們抽到了就擺的就好 沒有必要養 養的話會後悔 之後都會要重生 要練的話就以S加 跟S的為主 有四個技能再練上來 最後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開放的一些 系統功能 首先是博物館 那就是我們基本的角色升階 是要吃相同的角色的 所以說S加的卡片相較之下 會比S來難得更難養一點 可以看到都是要吃相同 但S加就比較難抽取嘛 所以S在前期來說 我們一定也是要練的 會比較容易 把我們的角色進行升階 那再來的話 就是這個 噴泉 噴泉的話 就是進行角色的重置 但不是免費的 重置的話 會把所有的資源材料 都退給我們 但要消耗20的鑽石 所以前期 能不要重置 就盡量不要重置 等到之後 有抽到比較好的角色 再來進行重置 才不會浪費我們的鑽石 至於旁邊的 夥伴遺忘的話 那當然就是 把一些比較爛的卡片 用不到的角色 進行 分解 那分解之後 就可以拿到這個 記憶的碎片 到時候就可以在商店裡 兌換其他想要購買的物品 本次的公主別這樣 開局介紹 以及首抽推薦 就說到這邊啦 晚點微笑 如果有時間的話 會把第一天的心得總結 還有攻略 再分享上來給大家 那本質的影片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微笑我看到了 約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